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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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林哲要是这次醒过来 她想吃什么 我给她买什么 想去哪儿玩我都陪着她 那我们就应该多聊聊美食啊 像林哲这么喜欢吃 我们就应该多聊火腿 说不定她一着急马上就起来了呢 林哲 你猜猜你哥今天给你带了什么 给你带了火腿 你最喜欢吃的火腿 你要是不起来的话 我们就通通买吃完了 她闻不见了 请来嘛 带着氧气呢 没事 我把它撕吧 林总真是够勤勉的 这么一大早就约着我出来喝咖啡 你看着这份合同 值不值得我们喝这杯咖啡 来吧 李总真是好大的手笔啊 竟然啃出这个价钱 不是我大手笔 是我背后的金主大手笔 等我们璀璨收购了东城以后 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现在能够给你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 是因为你值得 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呀 变现以后 你将是多么大的一笔数额 那个时候你不仅可以实现财务自由 甚至于可以实现人生的自由 那时候还在东城打什么工 做什么懂事 通通都是浮云 我真的觉得你特别适合去做成功学演讲 肯定能影响一大批有志青年 我不是在跟你画笔 我这可是实打实的好处 只要你肯在合同上签字 计时生肖 这样 给我几天时间 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确定权在你手里 我们璀璨随时欢迎你 可是我们背后的金主 却未必有这么好的耐心 你一旦失去了 对东城的兴趣以后 这些条件可未必能够兑现啊 我知道了 另外还有一点 我对于合同没有列出的那一项 很有兴趣之道 那一项 璀璨收购东城之后 林毅肯定是要摔手走人的 到时候 主管经营的总经理 会由谁来担任啊 你对这个职务感兴趣 谁会不感兴趣啊 我在林毅手底下工作了那么多年 早就想在东城实施一下 我对经营的设想 我对这个职务也有过设想 现在 还没有合适的人选 如果你有兴趣 我也乐见其成 董东城并购以后 我也想找一个 董经营了解东城的人 来好好管理 那再好不过了 那今天这份合约 我就先不带走了 把刚刚我们说的那一项 体现出来 时间不早了 我得先回去了 今天早上出来这么久 会引起别人怀疑的 好啊 随时联系 好 快 他开出的条件非常诱人 压倒似的 那你动心没有啊 你怎么没有答应他 我跟他说 我对东城总经理的位置 觊觎已久 条件不直接开到杂云我 一切免谈 行啊 总经理本身还坐在这儿呢 你就垫下上我的位置了 我这不是为了拖延时间吗 特别好 你就算跟他说 你想让东城的董事长 我们都不反对 没错 看那Lucy里的架势啊 肯定会找每个董事都去谈 而且条件肯定会开得眼花缭乱 你们说 不会有被直接砸晕的吧 希望不会吧 马董事发来的 我这是张董发的 说什么了 谈得怎么样了 大多都说要考虑考虑 什么好考虑的 表面上一个也没拒绝 但实际上一个也没谈下来 那他们有没有提什么过分的条件啊 都没有提什么条件 只有孟萧萧 孟萧萧 怎么 她该不会想当东城的总经理吧 还真是 不过我没答应 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这个孟萧萧 自从接管了东神的销售部 业绩一落千丈 她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当这个总经理啊 天方夜谈 茶有点烫 没错 反正我没答应她 我们还有多少个股东没有谈啊 还有三个 不过这三个都是小股东 可能股份加起来不到百分之十 您觉得还有必要谈吗 先暂时不要谈了 先等等这几个大股东的意见吧 他们现在这种既不拒绝 又不同意的态度非常讨厌 这在耽误我的时间啊 让我们有办法做下一步的决策 我现在知道东城为什么走下坡了 就是因为这些高层的决策力不够 是啊 是有这个问题 那我先去忙了 好 你先去忙吧 帮我把从非也叫进来 好 好 陆西总 找我有事吗 昨天加班以后你去哪儿了 回家了 真的回家了吗 就没有去其他的地方 转一转 坐一坐 昨天下班的时候已经很累了 我就直接回家了 你为什么问我这个 现在是收购东城的关键时刻 你这个东城的旧部啊 要注意点影响 班总监跟我提过 最近你们设计部 总是不能安时完成计划 你要注意一点 好 我们是怎么把你帮你帮你去看看 你来为你帮你去看看 我还要有什么owering 不抵抢吗 我找我也有什么ITTNER 的公用电话厅 我现在要见你 好 请来 用 丛总监 你这么神神秘秘地来找我 到底什么事情啊 东晓还招不招人 你终于下定决心要回来了 就像我上次跟你说的 关于薪资方面 东晓可能真的没有办法 像璀璨一样给你那么多 无所谓 只要能回到东晓 当保安看门也行 当保安你这小神板 估计还真不行 我明天就可以离开璀璨了 每天搞一些山寨作品 烂鱼冲树 再这么下去 我的职业生涯就要完蛋了 你怎么回事 丛总监 我 十二分地欢迎你回到东晓 但是现在不行 为什么 你的心可以先回到东晓 但是你的人 我还是想要请你 多留在璀璨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战略高度上的事情 但是请你相信我 时间一定不会太久 好 我接受你这个 战略高度的任务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刚才呀 开了一个会 雷总 杨总 怎么不打招呼就来了 事不相瞒 我们都有点急 所以就直接过来了 收购的事进展得怎么样了 稳步推进中 稳步推进 露西 稳步可不行 强力推进才行的 你不说了吗 现在是东晓最虚弱的时候 一旦过了这个大好的时机 等它喘过气来 恐怕就难收购 后却付出更多的代价了呀 雷总 你放心 收购时间表都在我的心里呢 我记得当初 我去二位收购的时候 你们还有一些犹豫呢 怎么现在比我还着急啊 说投就投 你是了解我们公司 做事的风格的 第一批款 早已进入了公共账户 第二批款也在筹划之中 露西 不能让投资人失望吗 杨总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会让盛世的胡总 再逼一下东晓的 我就不相信 东晓还能撑得下去 现在这样他们返还投资 这也太坏了吧 这不符合常理啊 既然东晓坚决不同意被收购 那我们只能采用非常贵的方式 我早料到会是这样的 我早料到会是这样的 胡总 虽然我们的合同还没有走完流程 但是我已经把你当成了我的合作伙伴了 这个时候 能够从东城撤资 对您来讲可是及时之损啊 我知道了 顾董 这份是国内各个门店的资产情况 这一份是矿产情况 对了 我向银行那边仔细询问过了 矿产是可以进行资产抵押的 但是加上评估周期 可能方款有些长 好 我知道了 进来 老师长不好了 盛世又来电话了 什么事 之前加上去的审计报告 他们不认可 要我们三天之内再出一个报告 否则就要宣布撤资 这么快啊 这是联合在下我们施压 这是联合在下我们施压 盛世的第一笔投资 一共是多少 能不能全部返还给咱们 三亿 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被李卓然 汇到了境外 国内的公安部门也很难追悔 有一部分已经投入到了 新产品的新系列当中 还有一部分被公安系统 给冻结了 可是就算那一部分解冻了 再加上各位董事 仇到的款项 李卓还是会有缺口的 你让财务算一下 缺口一共有多大 不行我来解决 这是东晨的事 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想办法 我是东晨的总经理啊 理应由我多承担一些 晴妍 放轻松 有我闹 老板 什么 出事了 怎么了 钱总啊 在会议室里闹起来了 哭着喊着要开董事会 还把那记者给叫来了 走 看过去 钱总 你们这会到底还开不开啊 我们等着回去发稿子呢 急什么 这是关于东晨和璀璨是否合作 这么重量的消息 难道你们不愿意多等一会儿吗 行 好 待会儿啊 你们俩干什么呢 老钱他们俩干吗的 老张啊 我在维护一个鼓动的合法权益啊 什么权益啊 老张 我总是搞不懂啊 当初璀璨提出那么优惠的条件 你们有答案 那是你们的事情 你们想跟东晨 这个现代的泰坦尼克共存亡 那是你们的事情 我不答应啊 可以吧 那个林毅和顾欣妍怎么还没来啊 再不来 我们自己投票算了 谁要投票啊 林总 是我 董博 请记者朋友们先出去吧 我们要开会 好 对不起 记者朋友们 麻烦你开会 你们 麻烦你吃点啊 来来来来 你们 你们别 小心吧 我是别这样改善好不好 你慢点 我乖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老钱 别人叫记者来闹东晨 你怎么也这么干 我只想给自己讨一个说法 你完全是被陆斯里忽悠 是 我是去见他了 他开的条件 对我们有利啊 所以呢 我强烈要求 同意璀璨的收购一项 老张 他占多少股份 百分之二 你的持股比例 还不足以支持你 影响董事会的决议 我不听你讲啊 我只想问顾兴颜 顾总啊 你想护着你妈妈留下来的产业 那是你的事情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 我们也是有父母的 你考虑到我们的感受没有 你说东晨吧 现在业绩不好 我们跟着没有吃到肉 这个没有吃到肉也就算了 连汤都喝不到 你想被你妈妈着想 那是你的事情 我还想把我的股份讨谢 卖掉以后呢 带着我的爸妈出国旅游呢 你想做孝顺女儿 那是你的事情 别忘了 我们也是有父母的 我想做孝顺的儿子呢 你 你知道吧 你这样是不到他的 你知道吧 医生 他没什么大事吧 没事 就是劳累过度 精神压力过大 造成了进行性的休克 但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 您照顾他 我去看厨房 好嘞 谢谢 钱总的事情怎么办啊 你现在就别想这事了 我是真的觉得 我有点对不起他 别听这帮人胡说 他爸早死了 妈是后妈 这帮人什么瞎话都能变出来 而且我也跟他谈过了 要想继续留在董事会 就得尊重董事会已经做出的决议 如果想走 股份可以赎回 你现在就别想这事了 借着机会 在医院里好好休息两天 公司现在这么乱 我怎么会有时间休息啊 我想回公司 我想回公司 不行啊 至少今天晚上 你得留院观察 那我去看看灵哲总可以吧 闻先生 你爹爹醒过来了 快去看看吧 快去看看吧 灵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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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灵哲 你知道吗 这些天 可把你哥给急死了 刚回来趟老家 给你带回来 你最爱吃了火腿 听说啊 胡凡的催款电话一打过去 这整个冬禅呀 算是炸的锅了 以前呢 要砸锅卖铁 现在恐怕要 卖血才能还得上钱了吧 这个小董事啊 虽然股份不多 但是闹事的本事可不小 听说啊 都把顾欣妍弃得进医院了 看来对东城的收购之路 可以大举推进了 进来 李总 顾欣妍已经回东城主持工作了 他不是进医院了吗 躺了一晚上就出院了 而且东城的财务部 已经回复了盛事 如果盛事要求撤资 他们就要如期返还 所有的投资款 他哪来的钱呢 东城现在虽然现金不够 倒是固定资产啊 整合一下 合理盘活 钱应该是够用的 你身体刚恢复别累着吧 我不累 哥我跟你说 我做了这大梦的时候啊 手就痒痒 心想着什么时候 才能发挥我这点小技巧 没想着一起来 就趟上这么一大活 谢谢你啊 哥 行行行行 悠着点 别回头你一口 把这火腿都吃了 脑袋刚养好 再把胃给吃坏了 你放心吧 哥 现在我这胃里空的呀 能塞下一枕头猪 李总 林哲醒过来了 林哲 是东城的那个 前财务总监吗 对 就是那个财务总监 这个时候他醒过来 对我们的收购可是非常地不利 喂 杨总 收购的事推进得怎么样了 不要告诉我 你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我需要看到进度 进度 杨总 进度呢也是需要时间来完成的 一个几十个亿的变购项目 不是朝夕就能够完成得了的 成败往往就在朝夕之间 露西 我已经告诉过你 投资人的耐心是有限的 你得让他们看到希望 看到前景 看到高额的回报率啊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如果东城这个收购项目拿不下来 我们会考虑 从水散撤资 喂 他这是什么意思 当初劝他投资的人是我 现在他逼我逼得这么紧 这吃相也太难看了 那 那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这个林毅跟顾兴言就是铁板一块啊 其他的董事又站在墙头上观望 这 我 我们根本找不到突破口啊 我有一个办法 这是我最满意的一份设计 它采用的是坦桑尼亚宝石 而它最大的难度 就是它的打磨和切割 但是以我们东城的工艺 完成这个设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就是我的设计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提出宝贵意见 小田的设计很有新意 这一地设计论坛日子越来越近了 你们也要抓紧了 放心吧 顾董 在设计结稿之前 大家都会顺利完成任务的 但是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不知道当奖不当奖 你说 我看其他的菜菜公司啊 都给设计师们准备了 西装和礼服 我不知道董事长我们这个 明康提出来的问题呢 公司有过考虑 所以今天开会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宣布给大家 虽然说公司最近的经费 有那么一点紧张 但是 我们还是留出了一部分 给每一个设计师做形象宣传 好棒 近期摄影师就会来公司 所以你们一定要拿出自己 最好的状态了 还不快 谢谢董事长 好了 来 打开会议记录 接下来要阐述作品的人是 好 晓芹啊 现在璀璨收购东城 到了关键性的时刻 看来我们又要成为同事了 是是是 你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等收购结束以后 就由你来执掌 东城的设计部吧 我啊 对 就是你 你是东城的老员工了 也该有出头之日了 也该有出头之日了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知道一点点 现在璀璨对东城的收购 已经到了关键的节点 我需要你的助攻 可是 我的能量那么小 不知道行不行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有你的特殊性 晓芹啊 最近 孤行人在干吗呢 哦 他最近在组织大家 参加一个叫做 JDA Awards的一个比赛 他还有这份闲心 看来是狮子都不怕咬啊 我怎么没有听从飞 提起过这件事情呢 从飞啊 天天赶着设计稿 他哪里顾得上 这个论坛那个论坛的呀 这个从飞 公司内部的事情 抓得没有什么起色 外面的事情 他怎么也不上心呢 这个JDA Awards论坛呢 其实不参加也罢 他就是给一些设计者 提供一些交流的平台 虽然最后也会评出优胜 但是一没奖金 二没有投资 也就是图个热量 晓芹 嗯 你过来 哦 你是顾欣妍的闺蜜 这在东城内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我有一个事情想要拜托你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你们好 我们得到了第一手资料 据东城内部一位身份神秘的员工透露 东城董事长顾欣妍 以代表东城与璀璨高层达成了收购协议 一直以来沸沸扬扬的东城收购项目 终于尘埃落定了 李总 乱了乱了 东城彻底乱了 不仅门垫乱了 就连代工厂也乱了 过不了几天 不用我去找顾欣妍 她会找上门来求我收购她 收购价一定要压低 一定的 行 你先出去吧 来来来 李总 那个 你答应我的事可别忘了啊 收购东城以后 总经理的位置可是我的 你到时候千万别又许诺了 孟萧萧他们一类人 好 你倒是提醒我了 雅琪啊 如果到时候 你们两个真的要争的话 你看看 你让一让好不好 不好 不好 你怎么答应我呢 你忘了吗 这收购刚才有起色 怎么 你又想拿我的利益 换取下一张门票啊 不要那么着急嘛 我怎么那么不着急 我除了总经理这个位置 别的职务给我我都不要 当时我从东城离开的时候 孟萧萧把我手下开了一大半 你说她安的什么行 我现在好不容易来到璀璨了 她又要跟我抢 凭什么 她在东城怎么上的位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也替我想想 现在是收购东城的关键时刻 我需要她的战队 你就不需要我的战队是吗 你想想你启动这个项目以后 我放下手中所有的工作 我熬了多少业 费了多少心血 怎么 你现在就想过河拆桥是吗 现在还没到论功欣赏的时候 快把你着急的 放心吧 真到了那个时候呀 我不用你提醒的啊 好了 先出去吧 我 她们用尽一切手段 把局面弄到最混乱了 现在应该是坐等混乱升级的时候了吧 一般雅琪的性格 此刻肯定向露西里摊牌了 要求论功欣赏 她这么心急的吗 我跟这一般雅琪共事多年 太了解她的性格了 而且一定是要求直接做总经理 其他任何职位都不会接受 那露西里就该头疼了 她不是把总经理的位置许给你吗 所以我们再等等 坐等她俩的矛盾升级 进来 芳芳 董事长 孟总监 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 我 人家是来给你弟辞成的 董事长 我确实是来辞职的 是因为公司最近的事情吗 我想来想去 我真的想让自己还有爸妈过上更好的日子 所以我也只能做这样的选择了 对不起董事长 谢谢你在设计部还有工作室对我的照顾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我能理解你 如果这是你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 我接受你的辞职 那我先走了 嗯 出来了出来了 出来了出来了 白董事长 有这个规律报料 您是否已经对秦档达成的收购协议 是真的吗 白董事长 听说您怎么发生政治 请理解 祝你 白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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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秦档达的同学走向 我们将融合展望 白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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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我们是来申报参展资格的 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了 你们是哪家公司的 东城 我听说你们公司最近 面临一些困境 越是遇到困境 就越应该多交流 多学习 不是吗 没错 身份设计你们都带了吗 当然 好 行 你们跟我来吧 稍等一下 喂 李总 库总 还记得 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 我说过的话吗 关于收购的事情 你有没有改变主意啊 明天来东城聊吧 好啊 明天见 今天来东城的感觉可是大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啊 有一种搬新家的感觉 我刚进珠宝界的时候 东城那可是我们的封碑 是我们遥不可及的高山 如今时光流转 长路也要灰飞烟灭了 我倒是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啊 哎 不过你不觉得今天的东城 有点过于津津有条吗 他们现在难道 不应该是乱成一团了吗 回光返照 嗯 什么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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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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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 班总监你们来了 林总他们在会议室等你们 这边请 想得这么久当 desirable 忍不Dam 想得多叶玉 爱情 有什么味道 不负大味道 既来之则安置 到齐了 璀璨珠宝董事长 露西利及其销售总监班亚齐 大驾光临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好 各位 我们今天的发布会 正式开始 近日 关于东城即将被璀璨 及其合作的投资公司 收购的谣言不绝于耳 这些谣言已经直接影响到了 东城正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造成了极其不好的影响 让东城一直以来 极好的社会形象 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经多方查证 这些谣言 正是由璀璨传播出来的 是璀璨传播 顾总 讲话要讲真凭十句啊 当然有凭凭 去哪个新的孔 其人心肖 看了 傻子 触目惊心吧 但是更让我们触目惊心的是 炮制这些内容的人 那就是坐在我们当中这两位 优雅的女士 经我们多方查证 这些内容就是从璀璨公司的 IP传播出来的 发向了所有的媒体 发向了所有的供货商 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 胡总 这就是你所谓的真凭实据吗 我还以为 是公安局的取证材料呢 各位同行 各位媒体朋友 这就是赤裸裸的陷阱 我是不忍心看着昔日行业的标杆 从此轰然倒下 我非常善意地 以极其利他的条件 想帮东城一把 可是 就是这位顾总 完全不顾行业规矩 这样的行业百类 是不是永远从这个行业 应该消失了呢 顾总 这是真的吗 李总 真如你所说 你是想要帮助东城 救东城于水火 是吗 前东城的销售总监班雅琪 他可以证明我的出行 各位 我现在虽然是璀璨的人 但是 我也是东城曾经的员工啊 我想以公正的立场 说几句话 以我对东城的了解 他现在确实已经走向了悬崖边缘 我们露瑟丽在业内给人的印象 可能过于犀利了 但是 这次收购东城 他确实是出于十二分的善意 以及 对东城已故创始人 唐宛容女士的敬意 而且 璀璨确实已经和东城达成了某种异象 顾总 这是什么 这个露瑟丽真是了不起啊 什么了不起 只是有两下子而已 不然怎么加了那么多投资 这不是芳芳吗 我是来收拾东西的 我差点都忘了 您现在可是璀璨的人了 没准不远的将来 我们又是一家人了 有空去璀璨找我玩啊 芳芳我要是你 就赶快收拾房赶快走 班总监刚刚说里面 这个很动人的故事啊 只可惜这个故事的主题定得有点高 不着地 大家想要知道 这个故事真实的原貌是什么样的 请她进来吧 这位是我们东城优秀的设计师叶小青 下面就让她来谈一谈她最近发生的情况 大家好 我叫叶小青 最近有传闻说 东城的神秘员工透露 顾总已经和璀璨达成了收购的协议 其实 我就是那名神秘员工 我在东城的职位虽然不高 但是我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那就是 我是顾总一开始 最要好的闺蜜 从东城离职的班雅琪 三番五次地打我的电话 让我利用这个特殊的身份 去帮她达成收购东城的计划 叶小青 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 我手里的这个录音笔 里面的内容 能够证明她所说的故事 只不过是假的离谱的故事 而我所说的 是真的不能再真的事实